Pokemon Go 最新的資訊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又是我Niu,為大家帶來Pokemon Go 最新的資訊 遊戲有點更新,多了些新玩 挺驚奇的 不過有些結尾的特色就是賺錢為償 出了一件新的,就是不同的模組 分別有冰模組 草模組和磁石模組 其實都是櫻花,只不過是不同形式的櫻花 我們櫻花一開,就會彈不同的小精靈 彈的小精靈的種類就是電腦除機 但今次我放冰的櫻花 就會專門放一些跟冰屬性有關的小精靈 以及水屬性的小精靈 如果我放草櫻花 它就會吸引到蟲屬性,草屬性,以及毒屬性的小精靈 磁石的櫻花就會吸引到電屬性,岩石屬性,以及鋼屬性的小精靈 這些特別的櫻花,剩下200個小精靈 至於貴定便宜值不值,大家見仁見智 每個人的標準都不同 這些特別需要付費的櫻花 除了可以吸引到指定屬性的小精靈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進化方面 當我們在冰櫻花的時候 我們將衣貝進化,就會變成冰衣貝 在葉櫻花裡面就會進化成葉衣貝 磁石櫻花就可以將潮不備和三合不磁怪 進化成為自爆磁怪和大潮不備 大家記住一定要在那個範圍裡面 即是開了櫻花,然後在那個範圍裡面進化才行 出了範圍的話就進化不了 所以大家進化之前記得看清楚 另外就是可能有些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別人開了,我可以用嗎? 是可以的,沒問題的 即是說你朋友開了,然後可以各百人一起使用 沒有所謂的這個 接下來我應該會去找一天時間 可能就六點半小時,大約就在尖沙咀的地段 就會找一個地方放出櫻花 放這些新的三個模組 好,就到我Leo 感謝各位網友一直以來的支持 即是聽我說Pokemon、Fight Up等都不久了 詳細的招呼,我會再另外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知道 到時候可能我研究一下 究竟是一個地方分時段 半個小時,半個小時,半個小時 這樣放三個 還是找一個地方 有三個Pokemon、Fight Up等都很近 接著我就一次過放三個 你們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聊聊聊怎樣適合 去方便大家 另外更新還有一些 我這裡就不放圖 我只用口 告訴大家 因為我趕著出門去捉火炙雞的四季 大家原諒 今次更新也多了一招新的招式 就是大地之力 下一招100攻擊 兩個格數就可以出到的招式 現在就這樣改 技能都可以改到 學到的小精靈暫時分別有 尼多王、尼多厚、發石飛龍、噴火堂和念力土偶 這次也多了一些新的神高小精靈給大家去捉 分別有櫻花堡 喫草兒 無鶴海牛 圓瀟沙 和怪河馬 圓瀟沙最終風格 就是蓮琪沙 也是一個准神獸 終於有了Pokemon Go 大家見到都好蠻 замет sos 希望他會後到死排 無鶴海牛以前Endmill出錯 我記得尖沙咀有十兩分鐘 小隻兩隻出現 不過很快可以消失 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現在終於出現給大家去抓 出了這麼多新的東西,大家又有時間玩了 影片就來到這裡,喜歡給我讚好和分享給我的朋友 大家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們的 我應該猜是六點半開始 看看你們想這個時間,或者好不好 因為六點半,你們可能下尖沙咀應該差不多時間 我覺得尖沙咀這個地段在香港來說算是一個集中地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或者旺角都可以,看看去哪個地方我再決定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